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山东队打CBA就不用再注册了 意见连当初从NBA回来注册就很麻烦 最好还是特批的 山东是想避免这种麻烦的发生 而且丁燕宇航去NBA之前 山东和小丁已经在成功时 并签署了协议 山东才全力支持丁燕宇航进军NBA 丁燕宇航跟独行侠队签署的是NBA正式合同 能够与独行侠签约 就证明丁燕宇航就中国蓝鞋开出的成亲的信 成亲信的意思就是证明该球员 目前为任何一家职业篮球去了不有合同 如果山东蓝蓝不同意 中国蓝鞋是不会开出成亲信的 体制内球员得到这个成亲信很不容易 辽民当初费老劲了 最后连收入还要分上海队一部分 可见山东对丁燕宇航的支持有多大 我们再看陶汉林放弃高薪许约了山东队 他是真的热爱山东 再看看辽民夺冠的阵容 几乎都是子弟兵 连海德军这种体制外的球员 也能放弃高薪不去别的球队 山东现在只是让小丁签个字 先入策一下 对他的NBA生涯没有任何影响 他还不愿意 山东队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球队经理器名上说小丁从来没有通过书面 电话等任何形式跟俱乐部 表态在新赛季拒绝回归山东 你看明明是先有协议 现在受了气还不敢说出来 山东现在明白了吧 应该像辽宁一样都培养奔省的年轻球员 论队球队的归属感 还是本省急球员强 如果当时不留丁业宇航和虽然 山东可能还是以内线为主的强队 山东力来就是内线强 而外线向李静宇等会得到更多机会 也不用被迫去山西 估计现在山东的实力也不会比辽宁差太多 现在小丁虽然不在 外线李洪汉马上就要冒头 山东会缺人吗 而当初八一不留丁业宇航 小丁幸亏是到了山东 如果是去了广东 有朱方宇和周藤压制 他根本没机会打不出来 请观看